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妈妈 来 妈妈抱 小童儿 不怕 妈妈抱着你 陪着你 妈妈在 这碧玉的家属啊 不依不饶 早上还到头闹事呢 你先回去陪着道歉 态度要好一点 院长 我怎么去道歉呢 给他们打一顿 让他们出气 陈清芳同志 这是你的工作的舒服 给别人道歉怎么了 要打要骂 那也是性开的吧 院院长 你在忙啊 小杨啊 不忙 来 进来进来进来 你想一下去吧 回去好好想一想 这样跟别人说 好 来 小杨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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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芳 陈景芳 景芳 你不认识我了 当年在学校和你钻一个被窝的 杨丽 杨丽 是你 越来越漂亮了 刚才在院长办公室 没认出来你 早几年就听说你调上来了 看得怎么样 早就生了吧 别提了 你刚才不是也看到了吗 景芳 咱俩多年没见了 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去 走 走 走 杨丽 孩子怎么样 我会注意的 别担心 我问的是小童 还在发烧呢 这个小姑奶奶 病得可真是时候 你这身子怎么样 我没事 又没什么重祸 就是小童的身边 是离不开人的 不行 我得赶紧上庙里去烧烛箱去 一定得保证儿子 平平安安地落地 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了 你别老离他那么近 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我没什么事 你自己太不安了 你一定没什么事 你还没什么事 你还没什么事 你还是会很难 你还没什么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倒霉大人 来来来 不能看 走 不容易啊 医院的护士 是最辛苦的差事 还受着委屈 我当年 也是受不了这份罪 才辞职陪我爱人 去了德国 我也是去年 才从德国回来的 你现在做什么 我爱人跟她导师 在一起 研究了一系列的 医疗康复器械 经过几年的 反复验证 效果特别好 在欧洲啊 也做了大面积推广 销路也挺好的 我们国家呢 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我这次回来啊 就是做推广销售的 对了 景芳 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啊 咱俩一起干呗 当年你做我们班上 可是能人哪 你开玩笑吧 我那小做生意的脑子呀 我干不了 景芳 你是学医的 又干那么多年 这些器械你一看就明白的 以你的性格一定行 景芳 那钱扎手啊 你看看我们那批毕业的 有几个还干护士的 趁着自己还有精力 给自己挣点钱呗 杨丽 我早就想换换工作了 就算不出这档子事 每天这三班倒 我真是受够了 景芳 先这样 这些资料呢 你呀 先来回去看看 你别急着打货 好吧 你让我好好想想 你回来了 小夕呢 在陈宇家玩呢 那没没做饭啊 她在陈宇家吃了 杨丽给我的 怎么 还是要辞职啊 我不跟你说过吗 别在这时候辞职 好吗 你以为我愿意辞职啊 就算我不愿意辞职 我这护士长 还能做得下去吗 你又钻牛角劲了 这件事呢 给病人啊道个歉 给院里写个检查 不就完事了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这件事情的后果一样存在 人家照样会戳我的脊梁股的 锦方 我是不希望你啊 把业务丢了 挺可惜的 再说了 都这把年龄了 好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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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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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是我 来了来了 冯嫂 怎么 出啥事了 雅丽啊 冯嫂 你怎么 你出什么事了 别靠近我 你看 天哪 你 我 麻疹的传染性非常强 孕妇一旦感染上 就会诱发胎儿的白肋脏 心脏畸形 耳容 青光眼 你怀着孩子 还去照顾这样的病人 真是不要命了 医生 你能想想办法 一定要保住 他肚子里的孩子呀 倒是可以保住 但是生个笼子虾子 我们可负不了责呀 那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我建议你 立即终止认诚 生个畸形的孩子 你们一家老小 多可怜 还是再想想吧 那 要不 咱们回去跟大陆 再商量商量 你说什么 我没听明白 什么叫孩子不能要了 大陆 有话好好说吗 你让我说清楚 大陆 大陆啊 医生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就得了那麻疹 肚子里的孩子 就不能要了 万一要是要了 都会生出那怪胎 所以你医生说 我去 谁说我儿子是怪胎啊 谁是把我儿子给弄你了 我咋碍了 大陆 你冷静点 我冷静不了 可没有想我儿子 我这冷静吗 大陆 你怎么就不听呢 医生说了 就是生了 万一要是生了一个笼子 哑啥什么的 那不也拖累你们一辈子吗 是 臭娘们 你说这些日子 我是怎么对你呢 我就跟那不俗来的 谁又这么顾着你 没白钱没黑 就这么伺候你我 你就这么对我呀 你就这么对我儿子 你不知道那个婆妈 的 我把你拖累 又把你拖累 你这小三明星 我吞 这干什么你 妈 妈 小唐 妈妈 你疼吗 不疼 那你痒不痒啊 我帮你吹吹 说实话 我们公司啊 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既能干又熟悉业务的人 你的办公室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放心吧 跟着我干绝对不会委屈你的 我还没做事呢 我还没做事呢 怎么能拿钱呢 警方 这钱我不会白给你 你也不会白拿 得拿着业绩说话 好好利用你在医院这些资源 以后啊 就会拿着比较更多 拿着 我已经约好了 二福医院的丁院长 下午见面 这么快啊 他妻子的腰间盘突出啊 就是我们家老杜给治好的 洪嫂 这些天真是麻烦你 小彤啊 今天跟妈妈回家啊 我不想回去 我说雅丽啊 干脆你和孩子都到我那儿去住 我哪儿有地方 不了 这些天多亏你们照顾 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小彤啊 爸爸打你是因为他生气 你别恨他 他毕竟是你爸爸知道吗 雅丽啊 你就是心善 冯总 我也有错 我欠大陆一个儿子 再说了 小彤还小 我不能让他恨大陆 大陆毕竟是他的爸爸 我说雅丽啊 你 你大风哥有件事啊 他不让我告诉你 可我 没事 我现在 也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 压力 好 前两天呢 你大风哥看的大陆 和那个工地上烧火的女的好上了 那女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知道 小彤在家里撞到过 把他给吓坏了 跑到医院来告诉我的 他把那女的都弄到家里去了 是这个混蛋的他 黄嫂 我现在不管那么多了 随她去吧 只要她不喝酒闹事 不找小彤的麻烦 能让我们套派平天的过日子 我就知足了 妈 也好 这次你回家呀 我带着小彤好好地过日子 把身子养好了 别的 啥都别想了 走吧 别招了我 快来 别招了 别招了你 小彤 别招了我 小彤 想跟他们一样上学吗 小彤啊 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 雅丽 孩子上学的事你可得抓紧点 这可是大事 我知道 走 你国家的事呢 你做什么的一切 不是 我不是自己做就做吧 你做什么的事 有什么事 你这个经历的事情 你可以做的事 你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给我做的事 我给我做的事 你做的事 我做的事 还有衣服 在你爸爸哪儿呢 妈妈 我不想上学了 小偷 大陆 回来了 大陆 上门星 老上门星 带着小上门星滚回来了 大陆 小心点脚下 你上猫哭耗子 大陆 来 喝点水 不喝 大陆 我们家的户口本在哪儿啊 要户口本 干吗 小偷到了上学的年龄 得拿户口本才能报名啊 他还想上学 他让我们陆家端子绝孙了 我让他在这儿 再一个就不错了 你 你别吓唬孩子啊你 你少废话 滚 都不滚 别用老子睡觉 滚 妈妈 Yezzy 我不想上学了 你不想上学了 咱俩 的事情 你也没想上了 不要不想上学了 你说什么 就算算了 你也没想上学了 你也没有想上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打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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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啊 大陆 你别打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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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 拿出来 把户本给我拿出来 快呀 我告诉你 以后少带那个小三毛钱在我眼前放 再这样的话 看我怎么收着你们 妈妈 妈妈 我们走吧 我不想看见她了 我怕她 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不好 我们去一个看不见她的地方好不好 娃娃呢 真的 我再带上你 大陆 是啊 您 我看得见她的地方 你哭 小宗你哭 哪里 小心哪里 方子哥哥 这是我最喜欢的盒子 是我妈妈留给我上学用的 送给你吧 你以后还回来吗 你妈妈说先不回来了 那我就去找你 方子哥哥 你别忘了我 方嫂 这个钱 还是你留着吧 拿着穷家富戮 上车吧 快快 小童 走了啊 好 不少小心啊 小童 听妈妈话啊 方子哥哥 你别忘了我 小童再见 зд窡 我 已在客户 如画 如画 你說 另一新 有电脑 你 什么快 高考完了 就到游乐园打鼠气功 说了 说了 领导同意 让你到门口捡票去 真的 太好了 办法也太棒了 妈妈 等我拿到第一份工资 我就给你买一件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毛衣 行了 赶紧回去写作业 我作业都写完了 我帮你扫 妈妈 不用不用 我帮你帮 马上就要高考了 赶紧回去复习功课 你看看好大学 比什么都强 快走吧 好吧 那我回去了 挺好啊 好吧 路上小心 妈妈 你早点回来 好 杨丽 杨丽 杨大姐 杨丽 恭喜你了 你女儿考上北京的大学了 杨大姐 你糊涂了吧 这高考还没开始呢 不是 不是 是你女儿啊 被保送了 我儿子刚才回来的时候告诉我的 说北京这个学校我只有一个名额 他们学校推荐的名单里 就有小童 真的 这孩子 他刚才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啊 你赶快回家看看去吧 这儿的活我替你干了 谢谢啊 快去快去 那我先走了啊 快去吧快去吧 好 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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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学校保送你上大学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还是让陶大姐告诉我的呢 妈 学校保送的大学是所万贸大学 不是我想上的学校 那怎么了 那是北京的大学啊 可是 外卖大学的学费太贵了 我想上师范大学 师范大学的学费是可以免费的 傻孩子 你还把妈妈交起学费啊 你上大学的学费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妈 我就是不想让你太辛苦了 你先跟着妈妈受苦 现在啊 马上就要成大学生了 我再辛苦都值得 等你考上北京的大学啊 我就去北京找份工作 陪你读书 好 走 咱们回去买点好吃的啊 嗯 好 大家 大家 很快 松开 给点面子嘛 猜猜我是谁 松开 给点面子呗 你就猜一下 呀呀呀呀呀 呀 小小年纪还下次毒手呢 你说以后谁敢娶你啊 你再说 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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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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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资料带来了吗 我英语要烤糊了 你可就完了 格格吩咐的 微臣不敢耽搁呀 给 小承子 这次表现不错嘛 谢谢格格打赏 赵承宇 我说赏你了吗 不赏就不赏呗 但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 不要老赵承宇 你赵承宇 赵承宇 赵承宇的叫我 叫我生哥哥你很亏吗 真是 给 给 我给你了 那一位 我告诉你 我可以了 我给你了 我真的有一个 我给你了 你 我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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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一位 你可能不赏了 你 我给你了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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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我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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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你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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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晓鑫 我告诉你 我在学校里可是抢手货 你要不趁早下手的话 你可千万别挂 我没跟你提前打过招呼 真的 太好了 陈屿 你赶紧去给景华保驾护航吧 我暂时不需要你 好 我走了 拜拜 再见 再见 我真的走了 好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想通了 一山不容二虎 一心不装二虎 我以后 还是全心全意的为杜晓鑫服务吧 这是什么傻子 怎么 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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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师怎么来了 陆童 我妈妈 您好 好 陆童 你的保送资格要被取消了 为什么呀 陆童 第二组 第三组 previously 很熟 还牵扯到马上考大学报名的问题 耽误不得呀 学校有规定 借读生是没有资格保送的 所以呀 我早该回去把这事办好 把户口牵过来的 怪我 真是怪我 妈 不保送也没有关系 我不是很喜欢外贸大学 真的 骆童可是我们学校培养的 品学经忧的好学生 我们也很想让他在这儿参加高考 这是学校的 开出的全部学籍证明材料 您拿着他回去 也可以当个证明 蔡老师 太谢谢你们了 没事 我一定抓紧时间 在高考前把这事办好 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家里还有孩子呢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麻烦你啊 夏老师再见 再见 慢走啊 妈 你怎么回去啊 她肯定不会给你的 别担心小偷 妈妈来想办法 我明天就回宁康 不行 我不能让你回去 你忘了咱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你这一回去肯定又碰见她 万一她动手打你 不行不行 我不能让你回去 我就是不参加高考了 我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不会的 不会的啊 小偷啊 我听冯闪说 她现在过得挺好的 还搬进新房子了呢 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泛混了 再说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她也老了 还能打得通谁啊 没事 不行不行 我就是不想让你回去 咱们户口的事 再想别的办法好不好 我不想让你看见她 好 小偷 没事啊 拿不回去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再想别的办法 陆强 离汇馆单 来 是从省城寄来的吧 在这儿签个字吧 还有吗 没有了 走了 走了 院长 咱们的事情 就这么说定了 医院要进CT机 您只要先付百分之五十订金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 您就放心吧 晚上一起吃个饭 到时候我来接您 就这么说定了 晚上见 陈姐 陈姐 肿瘤医院这批器材 我们业务员去谈无数次了 拿不下来啊 只能让您出马了 行 交给我吧 太好了 陈姐 您老将出马 手套新来 太谢谢您了 小小年纪 有嘴滑舌 对了 陈姐 杨总让我通知您 这周末出差 不是说好下周吗 提前了 我听杨总说 这趟去宁康 可能还非您岂不可 她说您从前在那工作过 办事方便 我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小新呢 睡了 累死我了 我看你啊 大锅饭不爱吃 下海经商呢 你又觉得累 干脆回家来得了 一方面呢 可以照顾照顾小新 另一方面 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嘛 我哪染掉福气啊 明天又要出差 大项目推都推不掉 怎么又要出差啊 我可跟你说啊 小新现在是高三了 这可是关键的一年啊 我是不想去 我跟经理好说歹说 都没推掉 这又要去哪儿啊 林康 我真不愿意回那地方 林康 你提到这个地方的名字 我的心里啊 整些内疚的 总感觉欠人家什么 你怎么会这么想 咱们不亏欠他们 孩子是他们不要的 话是这么说 可孩子是我给抱回来的呀 你没背着我和他们联系吧 没有 真的没有 小新是我女儿 我可以这么说 我没想到 你吗 你好嘞 那你不要争择 你不要争择 我 别了 他这就是我的 不是 小童 妈妈回去把户口的事办理妥了 很快回来 不用担心 妈妈 你看他干什么 我看了 怎么了 陆水连找臭啊你 你咋打我试试 我打你又怎么样 狮子 爸 爸 爸 大陆 您可醒了 石头呢 石头让人给打了吧 他这会儿还在派出所呢 不行 我得去派出所 把他领回来呀 一被人打成这样了 能出门吗 没事的死不了 我以前对雅丽那样 现在就是遭报应呢 你也就别这么想了 你的事啊 我可可是一个字没跟雅丽说过 每次他问起你啊 我都说你挺好的 这石头啊还小 他不懂事儿 等长大了呀 你也就算熬出头了 我哪有那个命 熬到那一天哪 不行 我得上派出所 先把石头领回来呀 不行吗 没事没事啊 到医院看看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你慢点儿 妈 谁呀 冯嫂 是我 雅丽 雅丽 快来快来 快坐下 坐吧 你回来可太好了 我说雅丽啊 你回来怎么要不事 先跟我说一下啊 我好到车站去接你啊 来来来 喝点水 这次回来可没着急 刚才敲了半天门都没人 大冯和钢子呢 大冯啊出车去了 干红子的学习又不好 干脆啊 让他和大冯一块儿跑跑运输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啊 你来的真是太好了 我是着急回来 给小童办户口的 办户口 为了这个户口啊 小童保送北京学校的事 都给耽误了 我要是再不回来 小童啊 都没有办法参加高考了 那你可快点办 别耽误了孩子前程 所以我着急啊 赶紧就回来了 大陆她在家吗 我就不刚从她家来吗 她呀又去找儿子去了 压力啊 自从你走以后啊 大陆就和工地上 那个烧火的女的好上了 那女的给她生了一儿子 那女的给她生了一儿子 在家里面比较大